面积最小的梵蒂冈是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的? 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边梵蒂冈高地上,是一个城邦国家,其整个国家领土都被意大利包围,是世界上仅有的三个国中国之一,不包括私人国家在内。 梵蒂冈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国家,领土面积仅有0.44平方公里,也就两个鸟巢的大小,长住人口不足500人。 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城中国,梵蒂冈一没有领土,二没有资源,在弱肉强时,是这生存的国际历史发展中,是如何避免被吞并的命运成为一个国家的? 西罗马帝国消廊之际,罗马城主教趁机掠夺土地,后来东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意大利,将整个罗马城的实际统治全交给罗马主教。 罗马主教自称教皇,建立了很多宗教圣殿,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宫,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。 随着罗马主教势力的扩大,在意大利境内逐渐出现了一个以罗马主教为君主,罗马成为首都地教皇国,领土一度达到4万平方公里,约为现在意大利面积的七分之一。 当时教皇主要住所在梵蒂冈宫,梵蒂冈因此成为国家政治和宗教活动的中心。 意大利王国建立之后,罗马教皇的权利受到了威胁,之前扩张的领土均被收回,最后连罗马城也被意大利占领定位首都。 罗马主教被迫退居梵蒂冈宫,之前赋予的各项权利也被剥夺,教皇国因此消失。 因为这样的缘故,罗马主教和意大利之间关系紧张,甚至达到敌对地步。 意大利统一之后,意大利政府曾经宣布,教皇人身不可侵犯,并且享有外交特权,允许自由往来,每年还给其一定的钱款,被罗马教皇拒绝。 在多方周旋之下,意大利承认范蒂冈宫为独立主权国家,与此同时,教皇承认意大利对罗马城的占领和统治,范蒂冈宫从此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城市国家。 虽然范蒂冈宫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,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意大利,目前范蒂冈国内的主要居民都是意大利人,水、电等日常生活必需品,都是由意大利提供,甚至于里各发都要到意大利。 虽然如此,范蒂冈宫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,丝毫不亚于世界各大国。 范蒂冈宫是世界上天主教的中心,是全世界约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,这也是为何作为一个小国,范蒂冈宫存在至今的主要原因。